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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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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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股市收盘的时候 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杀气 你可以派人去查一查 看看他到底去了哪里 都干了些什么 天哪 我得赶快去见神之辈 将军有令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混账 我有要是见将军耽搁了你担待得起吗 金夫人 别来无恙啊 我有要是要见沈将军 希望方副官能通融一下 正巧 我也是特地来传达将军的命令的 所有士兵听令 将军有令 闲杂人等胆敢妄议正事者 先蹲颁方十天 我必须见沈将军 方桐 你敢碰夫人一下试试 这里是将军府 不是日本人的地盘 没什么我方桐敢不敢的 来人啊 把他们带走 走 走 我跟你说 你不让我见他 将军会后悔的 我相信 将军如果见了你会更后悔 你 带走 走 快 快 将军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 雪没出大事了 夫人 她怎么了 有人说她怀了野种 她一时起不过 开了煤气 那她人呢 抢救过来没有 不过 现在生命出一位 只想见将军最后一面 走吧 不对吧 尼谷湾里怎么会有煤气呢 李少风 你敢骗我 不好意思 方副官 借你用一下 李少风 你想做法吗 将军 我有话要和您说 逼不得已采用这种手段 你想为谁说话 当今列强 只有日本人肯在中国花最大的本钱 也只有他们 才能操纵北洋政府 与其倒向南北之争的任何一封 为何不直接投靠幕后操盘的人 将军 只要你肯交出京邦街马头 三下龙一线上 一定会全力保护您的 我可以接受日本人的钱 但绝不会受日本人的威逼 如果将军不答应的话 那今天我们三个就同归于尽 李少风 我沈志佩纵横一世 害怕受你这种小人的要挟吗 我告诉你 你有种就冲我来 别过来 ザ 很连弦的 你这种打开 很危险的 上丘 是 一段 Hair 你冲我来 负责的 是你教唆周廷臣背叛我的吗 将军 这不是背叛 住口 将军府所有的敏感暗示号 都是你亲自布置的 你带着暗期突破自己的防守体系 算不算坚守自盗 周廷臣 你说的中医我看不到 闪开 沈将军 您熟读古书 怎么就不明白中医有什么 大小之分呢 孙中山先生提出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是对国家的大忠 倡导天下为公是对人民的大义 我希望将军能够与南方国民政府联手 暗住被罚 笑话 我审职配大晟百余杖 当今南北政府都记怕我的势力 我凭什么跟缺兵少将的孙文联手 可你并非北洋当权派的嫡系 虽然你有上海王的头衔 但你的身边都是要抢你地盘的敌人 你独目难知 国民政府秉承孙先生的疑讯连俄连共 保定为振兴中华而战的信念 必将众志成城 发展壮大 将军 我对您忠心耿耿 是因为这十多年来 你对我的栽培 但是我自从结识了革命党 接触到了一种新的信仰 能够让我赴汤导火献出生命 只为国家统一民族富强 要是整个军队都能拥有这种信念的话 那谁能战胜他们 北伐之行势在必行 其实我和将军一样 都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 但是为了和平 请将军早做决定 说一说你们的安排 计划和条件 我可以同意和国民政府合作 我可以同意和国民政府合作 请将军 请将军 请将军赶紧动身 我也想赶在北洋 代表搅局之前启程 但是我需要一天时间 处理一件家务事 在我办完之前 你们两个先待在密室 将军 这是我最后一件心事了 我只问你一句 孩子是谁的 我不能说 我只是想军 我只是想军 还有一天 我只想军 那么简有一点 我只是想军